俄罗斯图160战略轰炸机将被部署到我国的黑龙江周边 信号不一般,日本将有大的麻烦 大家好,我是萧英华 据新华网原营俄罗斯消息报报道 有消息人士透露,俄罗斯国防部正在考虑 在远东地区部署一个图160战略轰炸机航空团 但没有最终确定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这一决定最终得以通过 那么新组建的图160航空团将会被部署到远东阿姆尔州的空军基地 而阿姆尔州是边疆州与中国黑龙江省临近 对图160战略轰炸机相信不少军民都二熟能详 毕竟是目前全世界最伪先进的战略轰炸机之一 其强悍的飞行性能以及火力配置 让广大军民开了眼界 话又说回来,像这种战略大杀器 俄罗斯一般情况下都会优先部署在欧洲方向 那么为什么这一次却计划部署到远东地区呢? 有分析认为这次信号不一般 俄罗斯或许是想通过战略武器威慑日本 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因为俄乌冲突,俄军原本部署在远东地区的极致精锐部队 已经被调到乌克兰战场 导致俄罗斯目前在远东地区的兵力相对空虚 所以单从这个方面来考虑 俄罗斯国防部也有比较加强在远东地区的威势力 其次,同样是因为欧冲突,日本这个老对头开始给美国全面来反俄 不仅对俄罗斯实施了众多制裁措施 甚至公开打击了南千岛群岛的主意 除此之外,日本政府一直在逐年增加军费开支 并且已经开始研究远程进攻性武器 这些做法不得不让人怀疑 日本是在为战争做准备 前面也说过了 因为被抽调到俄乌战场 俄军在远东地区的兵力相对空虚 一时半会儿也没有办法改变现状 所以,出于战略安全考虑 俄罗斯确实有必要新增一个图160航空团到远东驻扎 对日本进行核威慑 让其不敢轻挤妄动 实际上俄罗斯早已经开始行动 在今年的元月份 原本驻扎在萨拉托夫州 恩克斯空军基地的大约6架图95战略火纳机 就已经转移到阿姆尔州的乌克兰卡空军基地 这样一来,如果新增加一个图160航空团的计划成型 那么俄军未来在乌克兰卡空军基地 将拥有至少数架图160战略火纳机 以及大约6架图95战略火纳机 这些可不是普通武器 都是可以携带核弹的战略级的武器 假如接下来 日本继续不断挑战俄罗斯的红线 那么这些战略性武器机体出动 恐怕日本将面临大的麻烦 当俄罗斯计划在中俄边境部署 图160一是发酵以后 互联网上开始出现抹黑中俄关系的谣言 声称俄罗斯的做法是想威胁中国 但在我看来这种说法站不住脚 或许是想故意挑拨中俄之间的关系 大家想一个问题 图160战略轰炸机部署到中俄边境以后 按照距离完全在解放军的火箭炮 或者短程导弹的覆盖范围 这件事反而证明了中俄两军高度互信 所以网上那些因为这件事抹黑中俄关系的说辞 没有任何的根据也不可信也不能信 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 咱们下次见